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吃的家常菜 香辣肉丝的详细做法 做法呢虽然非常简单 但是呢不耽误它好吃 按照江湖规矩 咱们先盘点一下所需要准备的食材 一嘎的猪精肉 咱们给它改刀啊 切成肉丝 然后呢给它装入盆栋 头洗一下子 钻开水分以后呢 咱们给它上个浆 现在也不知道咋回事 只要一说上浆啊 不是一个蛋清 就是一个全蛋 其实咱们这个玩意儿不是非常有必要 只需要加入一点水淀粉 在盆栋呢给它抓过匀糊的 然后呢放在一边备用 接着呢咱们自己嚼点干辣椒丝 要是能买到现成的啊那更好 然后呢咱们准备点香菜 给它改刀切成段 不用切太短 哦像这么长就行 放在一边备用 然后呢咱们再准备一点葱酱末 紧接着呢咱们起锅点火开干 首先呢锅中加入少许的底油 咱们把这个塑胶丝啊 下入锅中进行煸炒 这个过程中呢咱们开中小火 千万别炒糊 炒的过程中呢 还可以往进少加一点盐 这事的呢炒出这个辣椒丝啊 更加的香脆 炒好以后呢咱们给它出锅啊 铺在盘底就像这样的 这个时候呢必须说一句 就是这个香菜啊 有的人呢直接现在就给它铺到盘底 一会儿炒好肉丝以后呢盖在上面 但是呢我不愿意那么做 因为啥呢 这个生香菜多少有点苦涩味啊 咱们一会儿给它炒它 这个时候呢咱们重新起锅 像锅中啊加入比平时炒菜 多一点的底油 咱们采用这种拌滑拌炒的方式啊 处理这个肉丝 油温三成热 咱们把这个肉丝给它下入锅中 拿筷子划散 在锅中只需要给它滑至变色 然后呢就可以直接出锅 咱们这个时候呢炒一眼 凭视觉就能看出这个肉丝啊 非常的滑嫩 再次起锅 像锅中加入少许的底油 然后呢把这个葱姜末下入锅中 简单的绝固几下子 接着呢咱们往锅中啊 加入少许的蚝油和生抽 在锅中呢给它爆锅炒香 随后呢把这个划好的肉丝 给它下入锅中 像锅中啊加入少许的盐 找其咸单口 下入少许的糖 辅助提鲜 融合口味 再搁上少许的味精或者鸡精 这个玩意儿呢不喜欢可以不放 在锅中随随便便给它撅顾几下子 然后呢把这个香袋段啊 也给它下入锅中 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使出你这小旋风勺 在锅中啊快速的给它翻炒均匀 然后呢咱们就可以直接出锅装盘 把这个肉丝啊 直接盖到之前炒好的干辣药丝上 然后呢要是有条件的 再撒点白芝麻 反正今天我是没这个条件 这件事的呢 一份非常好吃又下饭的香拉肉丝 制作完成 吃之前咱们拌一下了 咱们这个时候呢 整成一口 这小味儿还是相当的哇塞啊